你上来说话了 就知道笑这个笑那个 你自己说呀 不是不是 我能说一嘴吗 为什么介绍每个人之前都有那么长的 你怎么就到我这 你上来了以后才开始介绍 你都不庄重呢 你上来了以后才开始非常庄重的开始 因为他没有被搞 接下来才是非常庄重的介绍你 台本是这么写的 我该怎么介绍你呢 高情商偶像 老婆演员 少女感辣妈 还是真正男子汉 这个是台本的 听说这两年还多了老板和制作人的新身份 还有一句 还没说完 记得有好片子的时候 也捧一捧我呀 娜姐你现在是老花演了吗 她要这样看 为什么我拿这么远 你可以近一点看 不是我是这样给她看 对呀你把这一段读出来 然后我在上台的时候你说那多有面 突然间雨琪那边刚坐下 你说我就接下来请Super杨丽 你上来了以后我才开始说这个当面夸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两位也很奇怪 你手卡要看了那么仔细干嘛 下面有台词器啊 要隆重的介绍 其实去年你在这个舞台上好像就跟那个康永哥啊还有徐珍 就是他们这个舍展他们 是不是 玩坏了 是吗 今天也有三位 要来向你提出问题 那去年最惨的是刘文 是吗 今年刘文还好啊 今年刘文又很惨嘛我问你 我觉得今年最惨的是他 他惨的是什么呀 今年最惨的是你 我肯定要在最后结束之前请刘文上来跟你站一站 好好好 就是看是到底谁高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三位这个男神啊 小男神上场 有请宋威龙 许卫中 张云龙 欢迎三位 哎呀 我在旁边看你们三位看很久了 看很久了 他们三位呢 就是每个人都准备了问题 要来问这个 蜜蜜 对 问蜜蜜 你要不想回答 我就帮你回答 好吧 我OK的 你这样使个眼色 你不想回答 你就这样 他现在在给我使眼色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刘文呢 不是我要问 是三位小鲜肉要问 我们三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来 威龙先 哦 是威周好 威周 威龙先 大家好 我是宋威龙 帅 帅 威龙有什么问题要问大蜜蜜的 蜜姐 他们让我问你 他们让我问你 身为一个演员 如果大家只关注你的颜值 你很认真的在读 哦 会不会有些 手机垫着 没事你念的 对不起 身为一个演员 如果大家只关注你的颜值 会不会有些困扰 再来一遍 身为一个演员 大家只关注你的颜值 会不会有些困扰 他说身为一个主持人 大家只关注我的颜值 我会不会有些 真的很困扰 没有什么困扰 我这么多年被说 我只有颜值 我气死 你知道吗 我一直用搞笑来掩盖我的颜值 谢谢娜娜 谢谢 谢谢娜娜 谢谢 你没有回答问题啊 我帮她回答 会不会有困扰 有人关注我的颜值 还不开心啊 还困扰 对吧 所以就是没困扰的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我见到娜娜 我就有点有点有点收不住 因为我们两个有同样的困扰 所以你就帮她讲了 是吧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云龙 大家好 我是张云龙 那云龙你的问题是 怎么还叹口气呢 什么意思 就是要问秘姐 我就不按那个问题问了 我自己问好了 问秘姐为什么 每穿一件衣服就会带火一件衣服 为什么 为什么十八般无意样样净通呢 十八般无意 为什么每穿一件衣服就带火一件衣服 为什么十八般无意样样净通 现在哪一个 那那你看我 铁布上 那你看我 为什么 因为努力啊 就这样子 两个字 努力 你造我们有多努力吗 一直看到我们的光鲜亮丽 你们造我们私下多努力吗 对 别人都只关注我们的颜值 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努力吗 造吗 这是你老板吗 对我认识他 认识他 我非常喜欢看你的戏 我看好你 哪一部啊 你们三位都是 哪一部 枝子花开嘛 是不是 嗯 那下一个要好好的回答了好不好 去威州 为什么前面就可以不用好好回答 因为刚才都是娜娜帮你回答了 那为什么前面两位不受尊重的意思 好像 这这这两位 娜娜你讲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两位不受尊重 非常尊重 他说最后一位要好好回答 我说那前面是什么 他今天已经够惨了 不要逼他了 对不起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杨蜜姐你好 你好 各位前辈 各位嘉宾你们好 我是许维州 其实呢 娜姐好 其实呢 呃 今天来之前呢 我心里面其实挺激动的 然后也挺紧张的 感谢那个Air 邀请我参加这个盛宴 呃 但是呢 我到现场来之后 看到我的粉丝们 其实我就只剩激动了 所以呢 嗯 我想问一下杨蜜姐 就是 怎么跟粉丝能更好的互动 怎么跟粉丝可以更好的互动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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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 怎么互动 你先回答 我这样许维哥歌唱得特别好 然后演戏也演得特别好 还开过演唱会 哦 对你明明这么会撩粉丝 他们给你准备这样的问题 真的很不负责任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问 你也想问 怎么跟粉丝更好的互动 就是你看了我的微博 你必须要留言 你留言你就得转发 不要只看 你看到阅读那么多 留言又没多少 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 你今天回去你就发一条微博 说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哈哈哈哈 没有 学周 你要回答她的问题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她已经 我觉得她 我有关注过你 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唱得很好 你不是有开演唱会吗 我都知道 是吧 然后还有演戏 对对对 怎么重复再讲一遍 谢谢 我以为我换听 我刚才听我一遍 我刚才是 是老人痴呆了吗 阳虎都笑成那样真的 好了 不过其实我觉得 今天三位小鲜肉也挺努力的 想要问一下大秘密问题 就是大秘密完全那个四两拨千斤 十八版五亿 全部都一首推翻 我觉得你们觉得我回答的还可以吗 特别好 特别好 对对对 他们也不敢讲什么其他的 你这样 刘文 妈咪 好了 不过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 好不好 谢谢我们三位小鲜肉 谢谢你们 对我们也要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 真的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作品 他们这个也是冉冉生起的新星 很多粉丝喜欢他们 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 唱歌呀电影啊电视剧 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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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关注你们 谢谢 加油 谢谢我们的宋威龙 许威州 以及张云龙 谢谢 好 也谢谢我们大秘密 谢谢 谢谢我们大秘密 高情商偶像 劳模演员 真正男子汉